观众林金美就问了一只若明生物 今早发了一个营起 看到就高开的 他问你追不追 我们讲一点点数 若明生物预料中期股东应佔入利 增长最多是37% 收益由61%至63%的增长 朱sir你觉得应不应该追呢? 其实若明来说 我觉得也充分地反映了相对比较利好的因素 而且你问我真正的内心 我又不太觉得这个是形起得挺好的 因为若明生物本身来说 是作为一个大分子为主的所谓CRO 其实本身是expect的增长 或者前景来说是最秀励的 这个是由他自诞生以来 是人都稍微有医学的常识 都知道的常识来的 变成说他的overall expect的增长 其实是现在的基数 也不算是很大的基数情况之下 expect是去到差不多40%至50%的增长 但是如果再继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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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待 只是交易结�ว是相对来说 相比较正老的 相对来说 但是问题是在中期中的盈利里面 增长的37% 在我心思上不销 因为是特别很澎湃的是盈利的增长 甚至我坦诚说今天如果他玩东西倒下跌的话 一开始已经倒下跌了 其实我倒下来我觉得是不易用的 因为现在市场对于股都很严苛 做得好也是跌 做得不好就是这样跌 是不是跌是跌 当然我们会承认他相对其他CRO的家属 特别是康龙化成 业绩当然是好很多 但是我想提到一点就是说 若明生物增长了37% 其实你这样对比若明康德 如果是计算Long Gap 非特殊盈利 就是扣非的盈利的增长 其实是不是更加高 其实这个问题是你见到股价 冲完一阵之后 你见到它都是比较立下立下的 比较立之之的一个股价 而且就是说在整体中美的关系里面 也不是特别明确 而对于若明是完全还是放山 或者当没有事发生 其实都是一个仍然未知之数 股价的奥妙之注 我发觉近年最喜欢什么呢 股价由低位升 如果是累积升幅比较多 它又自然不知为什么出坏消息 好像那个坏消息 不是独立而存在 而是为了股价而存在 我觉得很有趣的 但是回到股价变得多的时候 它就出了一些好消息了 现在若明相对是高还是低 好未是高 因为它由低位已经反弹了差不多一倍了 变成了一个营起 而一听到很深黄的追购 我觉得就有犯了一些 最少是Buy-in-Room or Sell-in-Fact之外 现在又在事实摆 往后的15分钟 我不知道该怎么走 我就知道你现在一开始高追 你现在没有了三温 我就知道这件事而已 因为今天高位是80.8 现在这一秒近乎低落 是77.75 你现在很顺利 你没有了三元的了 如果你去到 不是想说 坏东西 如果慢一个慢一 去到收市 玩到倒跌的话 那你就更加成功的 就没有了顶了 所以我觉得 在营起这一刻 还有我不是很认同的 这个营起之下 你可以硬高追 就中伏的滑溢率 应该也不低 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